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湖外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两款 宿舍弹弓啊 到底哪一款才是宿舍之王 它一把是狂妄之怒 另一把则是华伦公 四季村 虽然这两款都是我设计的 针对宿舍的弹弓 但他们两个到底选择谁呢 对于玩宿舍的朋友 我来听着来对比一下 虽然这两款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弹弓 他们但是他们主要针对的 都是宿舍 那么他们选择哪一种 作为宿舍弹弓 比较好的 他们的外观上来说都是非常漂亮 出自我设计的弹弓 人差吗 都是航空铝 航空铝材质 铝铝金的 但是左边的这个狂妄之怒 它主要针对 它是一款 纯宿舍弓 完全针对宿舍设计的 右边的它 右边的这个四季村 它应该使公用性更多一点 它除了宿舍 还可以设鱼 发射鱼标之类的东西 重量来说 这个狂妄之怒更轻一点 因为它全素质工 它没有多余的结构 更轻薄 重量是多少 哎我都忘了 忘了 反正它轻很轻很多 右边的重一些 狂妄之怒呢 它还有别的颜色啊 它这款是炫彩的 炫彩的价格贵很多 从价格上来说 这个四季村更贵 四季村 三百多元的价格 虽然这个 狂妄也是三百多元的价格 但是它是炫彩版的 三百六十多 而它的枪灰色的版的 两百多元 炫彩版和枪灰版 它们在性能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是表面处理不一样 一个是镀钛处理 镀钛 进行考栏 另一个则是 氧化 镀镊 杏灵上完全一样 但价格差了不少 但有些人可能还喜欢这种 枪灰色颜色的哈 这四季村呢 它也有两种颜色 也有一款炫彩的和蓝色 但它的价格是一样的 两款 先说它们的精度到底谁强 我直接说 对我来说 我感觉上 感觉到 宿舍的情况下 应该是狂妄之路要强一点 可能我更适合它的苗顶和宫门吧 不妙不都说 先来两门宿舍 见识一下 我的宿舍都是打小目标 像这种小幅度瓶 超小幅度瓶 成为我的目标 一般人 一般人使用宿舍都是打气球 最多打个一拉罐 我的宿舍从来就是针对小目标的 来吧 先用狂妄之路试一试 色素和精度 狂妄之路我一般打的是泥丸 十毫米泥丸 十毫米使用海派打法 泥丸各有手感 这搭起来真的是要 那叫一个爽 轻松 四季村对我来说 和狂妄相比的话 我感觉狂妄还是精度和色素都要高一点 但是它是一款滑伦工 滑伦工它的回弹速度更快 它没有任何摩擦 所以它应该是 力量更大 它和四季村用的都是1636毕竟 我目前上的都是1636 酸精度差点 比狂妄更差 可能也是对我个人来说 适应了狂妄的瞄点 也不差呀 哇 今天也可以 相当不错 嗯 基本上也百分百命重 但它的色素要比狂妄 慢一点 那是肯定的 因为它重量重 而轻的供在手里面 运动起来更快 来一个八发连续速射 用我的数起寸 稳当啊 相当稳当 嘿 哈 真的 相当舒服 使用四季村用起来 手感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再让你们见识一下 来自于狂妄的极速射击 什么叫极速射击 看好的这两发 应该只有一秒钟吧 论精度 论速射的精度来说 四季村在精度方面 我感觉稍逊那么一筹 但是也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它的回弹速度 更迅猛一点 滑轮它们有摩擦 脾筋耐磨性也就更高一点 而这个狂妄之路 脾筋耐磨性会更差一点 不过就 就我来说 我发现它们的耐磨性都不错 最终断断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最 不耐磨的 所以说根本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会磨断 同时我还发现 它们的脾筋回弹的 回弹的这个规律是 完全不同的 狂妄在 拉分以后释放的 释放之后 在这个瞬间 是 外露脾筋先回弹 回弹至差不多的时候 大概这个位置 才开始 下部的脾筋开始收缩 收入到内桶 因为它们用之后 三项护卫脾筋系统 可以看见狂妄 下面有个脾筋 在释放瞬间 把它收入 四须村也是这个脾筋 它整条臂筋来说 拉伸是比较均匀的 在回弹的瞬间 内部和外部收缩的 收缩率是一样的 所以说狂妄 在这方面 收缩的速度 没有这个四须村快一点 但它同时导致 会让它精度提高一点 毕竟外面两个脾筋 先收缩 如果同时收缩的话 它的不确定因素就比较多了 有一部分在里面 有一部分在外面 它的收缩的 收缩的速度可能会不一样 再看它们的脾筋收纳程度 作为速射工 速射的速度快慢 取决于你这个脾筋是否固定好 是否稳定 而它们虽然都是用了重整长度的脾筋 可以看见狂妄的那个脾筋 收缩的更稳一点 它收缩在这个位置 露出部分只有这么多 虽然你可以看到下单露出部分 但是 虽然它固定脾筋的地方在这个位置 在宫门处 所以它露出部分这么多 而这个四须村 它的收纳程度比狂妄要差一点 露出这么多 所以它晃动的更厉害一点 从这方面来说 狂妄 脾筋更稳定 也就 这个功能也就导致脾筋 射速更快 然后我们再看它上脾筋速度 两个上脾筋 都非常方便 我们看看 拉一下 从这个 卡风里拿出来 这就是狂妄上脾筋方式 而四须村它也非常方便 它至少是华伦宫里面上脾筋最快的了 没有拿华伦宫 脾筋有它上的快 先拆脾筋 它有一个磁吸尘盖 上面没有任何螺丝 直接拨 就下来了 它也是复位披筋 可以看见复位披筋 收纳在里面 四须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能上很多种披筋 包括单卡披筋 鱼的披筋都可以上 而方妄之路它是不能的 只能上这个复位披筋 而且大小只能不能超过2050 四须村可以上3080的甚至 用于射鱼的那种披筋 我们先来看看谁上披筋筷吧 先给四须村上一副披筋看看 上披筋 到底随快一点 好 算好 我不知道用了多少秒 看看再看看广莽的 好现在 好现在试试它的上披筋速度 好开始了 那部卡路上面 一拉 到底随快呢 我也没计时间 差不多吧 朋友们 应该说这两个速射工在速射方面各有优劣 各有优势 如果 我认为如果你是职业的速射玩家 挑战 最快的速度 参加比赛之类的 你可以选择框 它是专为速射而生 它不能用多其他的 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功用 射鱼什么是别想啊 它放不进2050以上的匹筋 一般是使用1636-2050左右的 进行速射 职业竞赛 而如果你想 供用多一点 平时还玩玩射鱼或者其他什么 玩玩户外什么的 你可以使用这个四须村 它除了速射 它也可以进行发射鱼标之类的 可以上3080的匹筋 最高可以上3080是吧 3080可以有万象运用射鱼 同时也可以上 较大一点的其他匹筋 发射泥碗钢珠都可以 然后它的回弹速度也是更 更快一点 滑轮工嘛 里面有六滑轮四滑轮结构 它每一步都没有和工体摩擦 所以它的射速也会更快 匹筋耐磨性也会更久 听到朋友们 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